麻煩請央行彭總裁 我們請彭總裁 總裁剛剛您有提到 現在超商他只能收人民幣 他不能夠兌換出來是不是 對 他的目的是為了 在台灣的直接商業行為的交易上面 就是說觀光客來台灣直接交易行為上面 不能夠以人民幣做為直接交易 所以是要給這些觀光客方便 避免這種直接交易的行為發生 對不對 好那請問你開放了這個超商可以收 對這個人民幣之後 目的我們當然了解 但是如果還是出現這個直接用人民幣交易的狀況 你要如何加強取締 跟委員報告呢 這個兩岸這個 現在這個主管機關是軍管會 軍管會有一個茶器小指 中央陽是有一個成員 所以經常到各次去宣導 假設我們一看到哪個地方 有人民幣使用的時候 像去年的報紙登那個基隆廟室 早上看到我下午就派人去去 是啦 基隆廟口當然是很誇張 他直接在攤位上面標榜說 我們本攤也直接收人民幣嘛 所以那天下午就拿起來了 是 那是因為經過你們宣導 那我先問說如果我們現在 充分的開放超商可以收人民幣 就是說可以對給他新台幣 讓他在台灣的觀光 譬如說他去這個各觀光據點 各個這個 像你講的基隆廟口 這個小吃 他去買東西的時候要用新台幣嘛 那你說的這個 那個金管會有一個茶器小組 有一個宣導小組 中央議長是一個 是成員之一 但是那個量能跟工具都有限啊 你台灣這麼大這麼多的這個觀光客 光憑幾個人這個小組這樣有辦法處理啊 所以我要問你說 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的話 你要一些工具跟有一些手段嘛對不對 OK 給委員報告 最好的方法 就是讓他方便取得新台幣 是啊 就是他的ATM 我這裡報告有寫嘛 是 這ATM 他就可以提新台幣 所以不要再... 那現在因為台灣遍地是超商 所以你現在如果開放超商可以兌換 他已經非常便利了對不對 那這麼便利狀況之下 如果還是有人直接拿人民幣交易 這要強力取締才能夠二指啊 對 我給委員報告 我這個報告裡面三十四頁齁 三十四頁這個看得到 你看看 他ATM的期款齁 增加了很多 所以他就不需要帶人民幣來 帶個英聯卡來 同時也跟委員報告呢 在2012年的時候 他的金額達到914億 到了去年已經增加到1825億 同時銀行買進來的人民幣呢 那麼在2012年是78億 到去年降回70億 這代表說 這個ATM已經期待了 他帶進來人民幣的功能 對啦 你講的這個是理論嘛 我現在問你說 我們當完備 這麼完備讓他這麼方便之後 結果他還仍然拿人民幣交易 是不是要重罰幾個人 然後讓這個媒體出來 大家才會知道說不能夠用人民幣交易 有人在用人民幣交易的作用也可以檢舉啊 對 是不是要有這些工具跟這些手段 才能夠來遏止 對 這個你同意嗎 我來跟 我同意跟 我會跟這個軍管會政治會來討論這個問題 好謝謝你 再來就是跟延續你剛剛講的問題 這個2008年的12月 到2014年的9月喔 現在是2015年的3月了 兩季沒有算喔 我們 對於 這個人民幣啊 都直接曝顯喔 對於中國的直接風險 從34.8億美金的這個量 升高到535.9億美元啊 總共 增加了14倍 如果再加上我們在台灣存取的這個人民幣存款 所有的最終風險歸屬在中國的話 是從 22.37億美元啊 攀升到940.86美元 增加了41倍 這個意思是什麼 我們的對 中國的債務啊 增加了這麼多 如果中國發生系統性的風險 我們台灣的風險很大耶 像 像委員報告呢 根據軍管會的統計呢 美國銀行對大陸的曝審呢 那麼去年的9月 佔淨值的比例是67.95 到了去年的12月已經降到67.84 這個是有點在下降 是啊 但是 這麼高 加上金管會把銀行可以拿到中國去貸款的那個層數啊 到了他的淨值的百分之百啊 一下子提升很多 然後又沒有辦法 建隔出這個所謂的防火牆 我常常在談的防火牆 導致如果中國發生系統性的風險 他的經濟如果硬著陸 我認為我們台灣的金融市 金融業喔 岌岌可危啊 所以 雖然這個是 金管會主管的業務 但是央行對這個事情 也要非常提心吊膽啊 是不是 這麼高的金額 向吳委員報告 在幾個禮拜之前 中海洋已經把這個訊息呢 跟金管會溝通 金管會準備採取一些措施 是 但是他昨天來這邊報告的那些措施 我看起來是不痛不癢 什麼增加我們這邊的這個存保 跟我們這邊的這個 這個聯贈中心 然後對於我們去中國 放款的這些銀行做一些查證 那個中國的財快報表 常常不實嘛 連他們的李克強總理 連中國的李克強總理 都承認他們的GDP都作假 自己公開承認的 事實上 金管會是可以有些措施可以做的 是啊 然後問說有沒有去查賬 就是說有去查 但是我去查我也懷疑啊 因為中國的企業到我們 台灣的銀行去中國的放貸 他提供的報表也可能是不實的 那根本沒有辦法針對這個報表 是否真實給予查證的狀況之下 怎麼有辦法真正的做金檢呢 像委員報告呢 就我的了解呢 我們的銀行在大陸銀行所做的犯款呢 第一個 只要是對財商 第二個是對國際的 錯了 本來是只有針對財商 這也是財政部長 在這個地方一再報告的 結果沒有 中國所利 中國旭光 根本全部都是中國的企業 一個台商的資本都沒有 結果我們的銀行也在連帶 所以這個 這個講法早就在去年就被戳破了 所以 所有的銀行 工營的行庫來到這邊問他 他們說承認說現在有放貸個中國的企業 金額還不小喔 還動不動幾百億啊 所以我是想 我常常在跟金管會主委講一個觀念啊 中國的銀行資本這麼大 中國的企業如果健全 中國的銀行借錢給他都來不及 怎麼輪到台灣的銀行借錢給他 好的人家都已經減去了 剩下的 有困難的才能連帶嘛 好所以這一點我就是要提醒你 風險風險風險我一直在講 剛剛外電報導 韓國中銀行宣布 降息 請問 總裁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怎麼樣 向委員報告呢 我們26號馬上要召開 旅程式聯席會議 中央委員有一個很好的經濟研究室 我們會就國內外經濟金融情勢 準備一個非常好的背景資料 我們在理事會裡面會充分討論 到時候一有決定馬上跟委員報告 韓國如果降息把錢逼出銀行 但是跟最近這個歐洲量化寬鬆 資金浮爛然後美元獨牆這些整個都有關係 可是因為我們跟韓國跟中國跟很多地方 是有這個外銷的競爭關係 所以這個也要考慮到我們台灣 如何把製造業讓在台灣能夠茁壯 因為台灣現在三角貿易太嚴重了 台灣接單中國東南亞生產 結果台灣的這個失業率降低不打緊 失業率這個工作量降低不打緊 還沒有辦法讓我們的薪水可以增加 跟生產化也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除了中央委員的使命要維持金融穩定 跟維持這個物價平穩之外 也要考慮到我們台灣如何讓製造業 可以在台灣有機會茁壯 像委員報告中央法裡面規定 在達成上市目標之外 要協助經濟的成長 對你協助經濟成長 跟協助製造業在台灣能夠茁壯是兩件事 這個就是會包括這件事情 是啦因為那個是比較大的概念 因為GDP 三角貿易台灣GDP也是增加啊 但是台灣的本身的勞工階級 是看得到吃不到啊 所以製造業如果被三角貿易取代之後 好處都變成老闆都變成股東 這個工人是沒有好處的嘛 勞工是沒有好處的 這跟台灣這些年來的這個薪水停滯 有很大的關係嘛 所以如果能夠有什麼樣的政策鼓勵 製造業在台灣可以茁壯 至少可以讓台灣的工人分一杯羹啊 分一杯小人家吃肉他有一口 一口小小口的湯可以喝啊 不然的話什麼都沒有啊 是不是 所以這個過去也有很多企業家 也肯定跟你討論過這個問題啊 說台灣的這個跟美元的這個 這之間的這個會差 要考慮 但是您的回答過去我都很滿意 只是說現在也這一方面東西 也要放棄在腦袋裡面 要做考量的一部分好不好 謝謝 好謝謝你謝謝 謝謝 謝謝 讚 vi